去服務時我們有走進他們的部落 小朋友牽著我們大哥哥大姐姐的手 一起邊聊天邊欣賞風景 享受著這一座還沒有被都市化的城鎮 最令我感動的是 小朋友們其實都有默默的記住我們所教授的知識 不管是上課的內容或者是唱跳的所學的舞蹈 讓我非常的感動 最後還是謝謝學長姐的帶領 以及同屆的配合與合作 那明年我們也會帶著學弟妹一起回到問水國小 再次去服務 讓我們來看一些我們活動的照片 臨時出發的 全是中一個水晶了 最後再次座 都沒有我看一大 再次座 一次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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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和平團的林凱莉 大家好,我是和平團的陳明慧 這個活動是我們跟新畢團一起的 那時候我們全部人分成三個組 每個組每個班上的課都不一樣 通過小孩跑班的方式他們可以學到不同的課程內容 這時候的主題是職業 有廚師、音樂家、畫家學 我們兩個那時候負責的是音樂家 我們用同一段的旋律 然後用不同的樂器去演奏 讓小孩猜那些什麼樂器 然後乾淨一部去介紹它 雖然小孩有時候就是特別不受控制 但是當他們認真上課的時候 看到他們很認真的模樣 就是心裡會很開心 然後在跟他們交遊的時候 我們也能感受到他們的純真 他們也是很真實的來對待我們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當時的照片 我們要去拍攝 然後再一次拍攝 我們要拍攝 然後再拍攝 然後再拍攝 我們要拍攝 好,謝謝你 對待你 我們要拍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和平團秘書林一如 是和平團的文書成學院 感謝佛少團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看看生活圈以外的世界 去了樂山表演院才知道 原來有一群人這麼辛苦卻努力的活著 我帶到的那群應該是裡面最活潑的一群吧 他們每個都很可愛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我們是接待主 所以我們一開始競選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院生他們很安靜的坐在座位上 就他一看到他們就爆衝 然後到我們身旁 他們就是跺腳然後拍桌子 然後甚至捶胸口 他們會以一個很近的距離靠近 就類似兒童貼兒童的距離 就老實說我們有點被嚇到 但是在相處之下 我們就發現他們只是想要觀察我們 想要和我們玩而已 這個會一直很大聲拍桌子 或是腳踏地板的躍身 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他其實很可愛 也不是故意想要攻擊我們 他只是在近距離觀察我們 然後他的特色就是他喜歡共鳴聲 所以他才會一直拍桌子或腳踏地板 發出一些聲音 然後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會拿毛巾或是把襪子破下來 一直燒他的嘴巴跟鼻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他就會一直這樣玩 他力氣也很大 如果要跟他玩的話 你力氣也要很大 不然你可能會被他推到美國去 還有一個怨聲 就是他非常不喜歡施捨的東西 如果他看到東西施捨 就是有兩條 第一條就是他自己擦乾淨 第二條就是他衝過去幫你擦乾淨 還有一個怨聲 就是他的狀況是很一樣 就是一般來說 就是我們帶他去上色手小 他就會自己去上 就很乖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帶他 他又想像的話 他就當場不想要脫褲子上廁所 但只要我們幫他 不要讓他脫褲子的話 他就不會上廁所 這補充一個也很特別的怨聲 他是你不管桌子乾淨還是髒的 他一定會就是一直用他的食指去沾 然後桌上有屑屑一樣 然後就拿起來吃 我們剛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他一直坐在位置上 不知道要在做什麼 不然才不知道他原來之前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會很想要去桌子上 然後就是找東西吃 如果你在餵他東西的時候 中間不小心掉在桌子上或地板上 你一定要趕快讓那個食物消失 不然他會不顧一切的去把它撿起來吃 就是你拉都拉不住他 所以他也因此常常得腸胃炎 他的桌子我們都幫他擦成這個感 非常乾淨 然後在裡面的怨聲呢 他們是有在上課 雖然他們有時候會過於活潑 然後導致跟小狀況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還是很善良 就是像地派的小天使 雖然會連小trouble 但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在要告別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那個怨聲 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當下的心情是很難用言語形容的 雖然我們只認識了幾個小時 但是 還是很捨無的禮排湯 他們教會了我 還是要繼續努力 認真地活下去 就是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都不要輕易放棄 希望以後有一天我還可以回去找他們玩